哈喽你好非常欢迎你收看或者是收听这个这一集 OK这一集我们是要来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在八月我们创新成长club在八月十三号的中午十二点 会有一堂这个教练团体研讨 是我们这个付费的这个社群学员可以来参加的 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这一天八月十三号中午十二点 我会跟大家聊什么 我会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是这样 创新成长club的主题是 我们要来一起探索什么是有效的事业成长系统 以及有效的策略 OK然后呢有一个plus 什么plus呢就是有一个备注 叫做找面包谢的一堂课 找面包谢的一堂课 什么意思 我要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声明 就是创新成长club的 这个六个月以上的陪跑 事业陪跑的一个 每个月两次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课程 它算是我们奇迹模式三周课程的一个延伸 也就是如果如果是对于事业成长上面有兴趣的 然后想要找一个不一样的一些方式来来成长 想要有更多的启发的 那在这个环境 我有机会跟大家去每个月两次的长期的去 一起去探索 那创新成长club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 启发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看见我们事业成长 以及 有办法创新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 行销策略的一个idea 再讲一遍 就是 创新成长club的用意是 启发大家能够看见 发现在你事业成长里面 独一无二的创新的idea 为什么要讲独一无二 就是 有些人会 比方说我有些客户也会 在我一对一的时候 他会来告诉我说 老师你直接告诉我一个 有效的策略跟方法就好了 好吧 你直接告诉我怎么赚钱就好了 对 的确我们在经营事业的时候 我们为的是 我们为的是赚钱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 没错 然后所以 大多数人 可能我们会受到很多的 所谓的那个 我想用这个知识 因为我知我后来学会的知识 就是我不知道国外很多人都会这样用 然后现在 就是华人也有人在用 就是很多人在 广告里面 或是在 一些很多教育训练的 课程里面会看到 很多人会 很多人会号称说 一个有效的 我单纯只想要 摆这个知识而已 一个有效的 一个策略 跟系统 然后所以 所谓的 有效 所谓的 证明 证实 有效的策略 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包含 包含吸引以前的我 然后 所以 我也不是说 那些有效的东西不有效 也不是那意思 只是 是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是我们可以质疑的 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的 的确 我直接告诉你一个 赚钱的策略 方法 漏斗 行销 或客系统策略 像我们 以前学过行销 学过一个 一个行销大师 他的书里面 可能有几百种策略 那 跟我说的 创新障碍 的用意就是 启发你看见 属于你独一无二的 事业成长 跟创新的idea 其实两条路都通 都可以通 对 那 关键值是什么 呃 关键值是 对我而言 就是以前我们会 非常的去强调 以前我也是 去学了很多的系统 流程跟方法 然后 用了很多的工具 在早期的时候 我玩那些工具 玩那些方法 学那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是开心的 我是兴奋的 我是觉得有趣的 但是在后期的时候 我反而被这些东西 给绑住了 什么意思呢 我心里不小心 有一个念头 就我不做这些东西 好像就 没有办法赚到 更多的钱 然后所以 就会觉得 哦 那 我要一直持续 不断的去 收集更多的知识 但是就像是 如果 呃 如果你有看过 我在 我写的 我们前几节 一个podcast 叫做创新成长的 六个核心思维 然后我把它变成了 两本上下几个电子书 里面就有提到 类似的观念 那你会对于 我现在讲这个 可能会更有一些感受 所以鼓励大家 可以去下载 那个电子书来 来看一遍 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也是跟面包屑 是有 有一些关联的 也就是 可能我们 觉得我们需要 知道一些系统 跟策略 我们是 我们事业才可以成长 但如果不需要呢 如果我们不需要 知道 怎么样 让这个事业成长的 一个具体的 一个蓝图 很多人喜欢讲蓝图 跟策略 跟方法 但是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事业 也有可能会成长 而且 这个过程 可能会更轻松 至少在我自己的 体验而言 当我开始去 当我开始去看见 我所谓的生命智慧 给的线索 或是我们说的 事业成长的 面包屑 跟着面包屑剪 的这个时候 有很多 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 有机的 自动的发生 可能以前 我们之前有谈到 在我辅导 这个 创新商业教练 就是我们有一些 客户跟学员来 跟我一起 跟我学怎么样去 coach商业的部分 然后我们有提到 商业上的成功 往往不是我们 努力规划 跟计划而来的 这跟一般坊间 说法是有点 有点不太一样的 我们都会说 你要有目标 要有计划 要有规划 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 收集 很多知识 想办法 想办法要知道 那可是 我们在 我在创新商业教练里面 我培训大家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时候世界上的成功 往往不是我们 努力规划 跟计划而来的 而是市场 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你刚好 在那个机会点上 这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是 你可能突如其然 突如其来 突如其然 突如其然 有一些灵感 然后 你就采取行动 然后事情就开始 发生了 听起来有点 有点悬 但是就如同我们 奇迹模式 这个课程 我们有定义 到底 什么是奇迹 奇迹就是跟你 参与的程度 成反比 但是它却一直 不断在发生的 一些事情 我们心跳 我们不需要用 有意识 我们不需要知道 它一分钟 跳几下 对不对 要当你知道的话 你会 你可能就对 你的健康 有更了解 但我们不需要 时时刻刻知道 它跳几下 我们才可以让它 持续的去跳动 有些东西是内建的 在我们的事业上 也有很多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部分 所以 这一堂课 我们去探索 什么是有效的 世界成长系统 与策略 然后plus 这是一堂 找面包学的一堂课 就是我们会来 深入的去 看 就像我们 我刚刚说的 创新成长 卡拉伯的生命 就是 我们在这个里面 的重点是什么 让各位可以 找到一个 大家可以体验 它像奇迹莫斯一样 一个内在躺平的 一个做少得多的 一个只有 在你的事业里 只有在你身上 是万无一失的 甚至是 没有办法复制的 一个成长的方法 一个策略 那我们会来 在8月13号那天 来谈谈 好 这个系统跟策略 它可能是 怎么样成型的 它可能是 怎么样成型的 然后大家一起 来分享 然后 我会再 讲一些练习 然后让大家 一起去做 研讨 好吗 那期待在 8月13号的 中午 来看到大家 那我们在 下一集节目中 再见 拜拜 拜拜